大家好,我是石头,今天做菠菜饼 先把菠菜清洗干净,去除里面的脏东西 水开后加几滴食用油,加油能保持菠菜的绿色 然后把菠菜下锅焯水两分钟,去除菠菜里的草酸,可以减少苦涩味 把菠菜捞出锅凉水降温 装进炸汁机,加少量水,然后搅碎 加一个鸡蛋,盐,鸡粉,面粉,面粉稍微多加点,否则饼不容易成型 我这里加了五汤勺 然后搅拌均匀 锅底刷一层薄薄的食用油,小火把面糊煎到一面定型 然后翻面,大约两分钟即可出锅 同样的方法继续煎饼 石头美食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吃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